中国女排北伦集训又有惊喜出现,头号新兴这一短板进步明显。 自从本月的15号,中国女排从北京训练基地转战北伦基地之后,郎平率领重弟子集训已过去一个礼拜。 而距离新一届亚运会比赛开打的时间也越来越近,郎平多次强调要争分夺秒,力球在比赛中能恢复到最佳状态。 经过这段时间的集训,女排多名球员训练中的表现确实有所提升,其中包括复工位置的胡明媛等人,以及二传手刁林宇,她们的水平正逐渐提升。 值得一提的是,女排头号新兴李盈盈的表现更是令人惊喜,此次她显然是封闭训练中最抢眼的球员。 众所周知,自从女排超级联赛过后,李盈盈得场所愿入选了国家队。 可是来到国家队之初,她并不是十分受到郎导的待见,李盈盈的位置也是并不安稳。 她总是在主力和替补之间徘徊,甚至还有多长比赛惨遭血藏,李盈盈一度遭受了许多质疑。 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,以及李盈盈自己的努力,如今她已基本在国家队站稳了脚跟。 就拿此前世界联赛总决赛来讲,李盈盈的表现堪称惊艳,为此在新一期女排集训终李盈盈也获得了重点照看。 毕竟李盈盈的异传能力十分不稳定,所以此次集训终郎导也是给她加量,其中就包括力量对抗方面,以及异传方面的训练。 而此次的集训,李盈盈的短板终于有了较大进步,她的异传能力提升非常明显。 当时训练中,李盈盈被分到了主力的分组,她在后排逐接异传,很显然狼平这事对她进行针对性训练。 而李盈盈的异传多次近乎完美地交到了二传手中,她的到位率提升明显,同时李盈盈的手感也更加柔和。 这样的李盈盈无疑是此次集训的最大惊喜,她的进步是中国女排的一大包涨。 毕竟在当前张常宁上处恢复阶段,李盈盈能鼓起短板自然是一大幸事,希望她能再接再厉,打出自己的特点,帮助中国女排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感谢观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